因为马华的妇女主跟大家讲说 安弟,你家里有没有米 你有没有留美肌面 结果我们救了武统 当马人抛弃武统的时候 华人世会救了武统 救了武统之后他做什么 像刚才永山讲的 他说,诉求等于共产党 他说,Abdu'aziz 今天他是击零 击打击零国内选区的候选人 当初他说他要烧掉血滑汤 这个还不够 2001年9月29日 马来西亚是回教国 这个就是武统回报 你支持他的结果 我们受骗一次不够 2004年我们看到Abdu'aziz 和梅上目 我们觉得他是一个老好人 我们给他64%的选票 让他换来91%的议席 他做什么 一声目定举起Karis 三年 他的选区不是马来西亚 如果你说是马来西亚 我不在乎华人票 我可以理解 他的选区51%是飞马来人 他的对手是回教党 回教党拿12%的选票 他拿88% 换句话说支持他的人当中 飞马来人比马来人还多 这样的人敢拿起选票 敢拿起Karis 这样的人敢宣称说 他对华人 对华孝是最慷慨 各位 我们不要以为说 今天华人的这个 在潮力量削减 对华市就不利 你想想看18年前 当47%的选民 投反对票的时候 马华32席 赢 只赢17席 明镇 9席只赢5席 加起来41席 他们只赢22席 够不够惨 非常惨 我们惨吗 我们没有惨 因为巫统在大选后 会想说 如果我在得罪华人 下一次我连政府都不能够做 结果他提出2020宏愿 他开放大选 他开放文化的表演 90年之前你要50不能够 因为他说50不够本土化 马来西亚那里有诗子 你要五老虎 不能够有 Tarian Singa Tarian Tarima 90年之后 有听到这样的东西吗 没有 过年我们要50就50 各位 90年之前 如果你的孩子上不到大学 又没有能力 找到很好的工作 他怎么样 出国 出国做什么 跳飞机 90年之后 私立学一间开了一间 我们的孩子 进不到本国大学 可以进私立学院 读双年过程 最后两年出国 一代人的前途 怎么样发生 因为马华的争取 因为民政的争取吗 不是 那是他们最弱的时候 因为选票 因为 47%的选民跟政府讲说 我们才是老板 你不要 弄错你的位置 我们才是老板 就因为18年前 那一段选票 一代人的未来 因为这样改变 各位 今天我们还没有去除 国家独立50年 我们还没有去除 土族 非土族 之分 今天如果有一个孩子 他生下来 第一件事 人家不是问他 是男是女 是问他 你是土族 还是非土族 你要不要改变 要 你想不想做 非土族 不想 不想 各位 如果你今天 担心说 周美芬女士 她是一个很棒的人 作为一个人 如果你同情她 你同情 吴建彪先生 这样英俊的男士 你要把他的票 投给他的话 你记住 那一票是跟政府讲说 我喜欢做非土族 就这样简单 我喜欢做非土族 而且一做 你至少会做10年 为什么 这场选举 是买意 送意的选举 因为两年后 选区会重划 重划的结果是 你的选票不再重要 所以今天他来求你 五年后 再投票的时候 是你去求他 你不要忘记 2004年 Abdollah赢得那么厉害 是因为2002年 他重划选区 所以下一次 重划选区 你的新首相 不是Abdollah 你的新首相 可能是 Najid 也可能是 Harry Jamaludin 他说他也很重用 你要Harry Jamaludin 做首相 不要 但是如果你不否决 他三分二 那就是 他当首相 而且到时候 他可能是有91% 所以那时候 你不用当心 你的首相睡觉 因为我们那时候 我的新首相 是Mark Nambit首相 各位 大家不要笑 明天 今晚过了12点 鬼门关 鬼门关就打开了 许多幽灵 明天会跟在你一起 旁边投票 这些人会跟你一起 决定国家的未来 除非 我们人比他多 我们人 多事重 压倒鬼 我们把他压倒 我们才能够确保 选出来的人 是我们的选择 不是鬼的选择 五万人走上吉隆坡街头 大部分是马来人 11月25号 三万印度大兄 走上街头 整个安邦街 看起来就像 拍不上一样 各位 有人问 那华人呢 是不是华人这一次又要去买没闭闭闭回家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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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没有 各位 昨天我们昨晚我们有了一个答案 因为在寒江 槟城寒江 六万人 现在第三场大机会 所以 全国人民 不管你是马来人印度人 还是华人 大家一个接一个站起来了 各位 改变历史可能就在明天 如果足够的人 去投票 压倒鬼 大家要去吧 八打零 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 九零年的时候 是 这边 所谓 用台湾人的说法 就是民主胜定 因为这个地方 会选出来 都是在野党的议员 都是非常有玻璃的议员 九零年的时候 你还记得 柯家训博士 各位 这一次 我们要看到 全国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可能有七十四个选区 会选出反对党 七十四在 两百二十二个议席当中 刚好占三分立 占三分立就是说 你还不够否定 你需要第七十五席 各位 如果明天 大家觉得说 差我一票不少 多我一票不多 你不出来投 PJ五大热 搞不好 就是弱选投 第七十五个议席 反对党输掉 反对党输掉的时候 全国人民会来 PJ问 说 为什么 PJ北区 你们那么爱 乌头 为什么 PJ北区 你们那么爱 土足政策 为什么 PJ北区 你们 要继续做土足 而且要 要做继续 非土足 而且把全国的人民一起拉下水 各位 爱吃茶米粉 各位 大家要记住 这一个一席的变化 全国的三分一 取决于 七十五席的任何一席 你这个选区 同样的 因为有那么多鬼 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看到 人山人海说 这个区会变天 不一定 你要确保 家里有多少人 多少张票都要去 确保没有鬼 冒充你投票 因为 如果 PJ 一千张选票输掉 全国七十四个地方 反对党赢 平均一千张选票输掉 平均一百张选票输掉 判结尾可以是那三分一的 其中一个 但是大家要确保 这个区不能够 因为一千票 一百票 十票 一票输掉 你想想看 如果这一票输掉 这个会是几万人的遗憾 如果全国 其实这个区都赢了 就是你这一个区输掉 不只是 巴达林北区的遗憾 是全国的遗憾 今天 我们在历史的边缘 我们这一个区域可以成为马来西亚改变的一部分 你也可以倒转过来 挡住地球转 我请大家跟我们一起高喊三种议员的口号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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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大流行 下面真是活 Bom 읏 一定會有關 ü鮮的 兩夜 最後會太久 再祝那一位 來有的 觀禮 Tries to change